这是一棵骨架杆还算不错的文人术 先锋盗骨的 小小的却满有一番韵味 梭龙成寸四个字真的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很难想象它是由一粒种子培育而成的 关注我 一起看看它这几年的变化 最近的记录是2019年 纳惠儿的它和现在的它一样高高瘦瘦的 也就是说这几年高度粗度是没有变过的 变得或许是我对它的态度 以前爱搭不理的 现在捧在手心怕伤着 时间按下快门键 发现它的成型度是在不断变化 不断成熟的 视频中这一阶段它的骨架明显丰满了 根系发达 也是时候动动根基了 再后来就是上一次的变化 为了空根空情便于日后上盆 缩盆后就在小培育盆中养护 但它依旧枝繁叶茂的 一副惺惺向荣的景象 再然后就是现在 公元2022年的今天 显而易见它又成熟了一些 此时的它 退去了少年般的稚气 留下的是岁月沉淀后的孤傲和坚韧 离上个阶段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收顶 上个阶段还在进行顶部的培育 如今可以进行收顶了 培育过程中的漫漫长路上 有很多个像今天一般的修剪和微调 这才使得它更加的老程 更加的充满韵味 当然了 修剪也不能完全的盲目和随性 手养了就开简 那也不对 得看树的展示 看布局的需要 甚至看修剪的季节 就如今天的修剪 就是今年的最后一次修剪了 时间推算 剪后发的新叶变成老叶 刚好伴随冷空气的来临 安全国东 完美 有人说玩盆景 一定要玩骨架 没有骨架的盆景 是没有灵魂的 又有人说 文人术盆景 讲究大道之介 简单的 以让人发挥想象 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 可能每个人的解读 都不一样 见仁见智吧 你觉得呢